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几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这个模拟乐透彩 里面它有几个部分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这个乐透彩部分 要产生六个号码 以及一个特别号 总共有七个号码 六个加一个特别号 而且这六个都不能重复 几个要点就是乱数 用乱数产生 乱数产生我们可以用Mass 或者是用Random 有两种方式 前面我们有讲过 Mass里面有一个方法是 可以产生这个Random 乱数的方式 方法 还有Random类别 这两个都可以 方法前面我们有提过 可以让它用所谓的 阵列的方式 来设计一个模拟 乐透彩开讲的这个程式 产生六个再加一个特别号 号码之间不可重复 特别就是不可重复 1到42 另外有个部分就是说 因为我们产生乱数 它有可能是1到9 1到9前面记得要加0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01 如果是1的话01 2的话就02 一直类推 最后就把它存成Java档 跟编译成class 首先的话 我们用Eclipse的方式来做 第一个我们怎么样完成 这个提示 总共有几个流程 我原则分析了一下 这边总共我们需要 第一个要宣告一个阵列 那这个阵列呢 就是要让我们放资料 放七个乱数的一个空间 另外呢 我们要跑出 随机跑出一个这个数字 随机跑出 怎么样随机跑出一个 1到42的一个数字 那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用Mass 点Random 后面呢乘上42 加1 也就是1到42的表示方式 1到42 那前面记得 强制把它转成int的格式 再丢给这个 Mum的这个 这个变数 那接收到之后呢 我们还要再做一件事 因为呢 这个不能重复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呢 用while的方式 去比对 如果我说 如果我说这个词 相同的话 只要相同呢 重新再产生一个 我们可以用continue的方式 continue呢 跟black相反 black是跳开 continue的话呢 是直接又跳到什么 回圈里面呢 继续去做 continue 前面我没讲过 最后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结果输出 所以输出结果 那输出结果里面 有个重点就是说 如果呢 它的值是到1到9的话呢 就是在前面补上0 补上0 那怎么样补上0呢 实际上我们print line的时候呢 再加上一个0 加上我们产生出来的这个 这个值就可以 那因为我们是放在正列里面 所以输出结果 print的出去就可以了 那这里的话 想你们先试试看 解的方式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分析来看 那宣告一个变数 宣告的方式 我们就用 宣告成int的方式 然后mum 这个假设名称给它mum 等于什么呢 等一个new int 总共几个空间 几个 给它七个 那再来的话呢 结束 那这个刮斧啊 实际上你放后面 跟放前面呢 都可以 都可以 那我们那习惯 比较习惯放在后面 那这样子的话 就产生一个 七个的 int的空间 可以摆放我们的 这个乱数 接下来呢 我们也再宣告一个 int一个i好了 这个i的话呢 就是我们跑回圈的时候 可以用到的 另外呢 再来宣告一个booling 这个booling呢 我们主要是 要做什么用呢 判断说 这个乱数啊 是不是有重复 所以这个名 这个 我们叫flag好了 flag的一个 一个 这个变数 booling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让它随机跑一个 跑一个什么的 跑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的话 我是用一个for回圈的方式来跑 for 刮斧 那接下来的话呢 fori 等于零 然后呢 条件开 起始值就等于从零到多少呢 到6 等于小于等于6 小于等于6 这个范围之内 然后呢 再来i++ 接下来的话呢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 给它一个大刮斧 那里面的话还要判断 因为我这个地方 如果要产生一个 这个乱数 产生一个乱数的方式呢 当然我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用一个m-u-m 它的值 那因为这个是一个正列 所以i i的话从零 正列 然后呢 它 我怎么样可以产生乱数 这边特别注意 先把它 int一个 强制把它转换成为int 那怎么样可以 让它乱数产生一个值 特别注意 这边我们就用math 那因为它是在langs里面 所以不需要 做imput的动作 点 后面的话呢 它会产生 叫random 这边有一个random的一个 方法 这个方法 那这个random里面呢 我们这边注意 它 里面会乱数产生 小于1的一个值 小于1的值 那我们可以把它乘上42 再加上1 这样就是我们要的 这个乱数的范围 那就丢给这个 正列 丢给这个正列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去做一个 判断的动作 那判断的方法 当然很多 怎么样判断说 它是否 这个 有没有重复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if的方式 if什么呢 if i 这边挖斧 i的话呢 它不等于 那不等于就是这样 不等于 如果说i不等于0 那我们就要做什么动作呢 这边 我们就 因为第一次不用判断 0 不需要跟其他比较 那比较的方式 我们有很多种方法 这里的话 我提供一个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用for的方式 for的方式怎么比对呢 我们这地方 for i 硬扯 j 从0 然后呢 再跟后面 这个后面的一个比 那我们写的方式 就是从0开始 然后j的话呢 必须小于i 然后再来的话呢 j++ 再往下 往下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我们 如果 比较 但比较怎么比较 if什么呢 这个 刮斧 然后 把两个比较 number 刮斧 中刮斧 跟i i跟j互相比较 i 然后 这地方呢 它 是否相等 如果相等的话 表示呢 这个乱数呢 是重复的 跟j相比较 那这一相比较之下 这地方 也是一个 刮斧 开头 好了 然后呢 这地方我们 就 知道说 它的这个flag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刚刚有宣告一个flag 等于for 等于true 如果相等的话 等于true 那这边会有个条件 说怎么跳 怎么去 再让它重新 再产生一个新的 这个 乱数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在 for回圈下面 这个地方 再加一个什么do do 然后呢 那这个刮斧 我们把这个刮斧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 这个刮斧 摆到下面这边来 因为把while 把它第三个 这边 123 这三 这边 那这边会有一个while 知道什么呢 某个条件 成立 这个while后面呢 我们就加上什么呢 flag 也就是说呢 当这个flag 它的指标呢 如果这个指标 是true还是false呢 会跳进去 当true的时候呢 会继继继继继续跳 也就是说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如果 我刚刚讲的 如果说这个地方比对 他们相等的话 flag就會变成true 都会true 那这边 boolean的预设值 是什么呢 是false 所以或者你可以在这边 预设值可以给它 给它Force 那这样子有没有 它预设值是Force Force的话就是不要再产生一个乱数 不要产生一个乱数 那这边我们就Do 当产生这个值之后去判断 那判断的话呢 就是让它自己 产生那个值 跟其他的比较 那当然第一次就不用比较嘛 如果说呢两个相等 就是True True的话呢就会再跳回来 再产生一个再比较 直到什么呢 直到两个不会重复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用这种方式来 来做这个判断 来做判断 那判断之后呢 没有问题就输出结果 所以其实这一个程式 比较困难的部分呢 应该是在这里 所以这边注意 我先跑嘛 那我们这个地方来试试看好了 用Debug Mode来看 会比较清楚一点 这边的话呢 我就直接在这边设个中断点 然后Debug 好那这边的话呢 跑 第一个就是说 我在这边设一个 New一个 Lumber的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总共有七个 好那进到这边的话呢 我就Fall回圈 那产生一个乱数嘛 I 那I的话呢 现在的值 现在的值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按右键就可以视察 视察之后你可以看到 现在里面有个值是I 是E 那这个E的话 当然第一次不用比较 然后就跳出来 这个Flag预设值是False 所以它就跳出来 跳出来之后呢 再往下比较 在第二个值 第二个值的话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值现在是 还是E 所以呢 进到这边呢 如果当两个值相等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值 变成什么呢 变成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视察 等于True嘛 对不对 True的话两个相等 那就跳到这里之后 Fire有没有 就跳回去 跳回去之后呢 再产生一个新的 那产生一个新的值的话呢 再判断说 它是否相等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E 原因为什么呢 特别注意 这边有个问题 我漏掉了 这边为什么会一直都是E 特别注意 这边一定要先把它刮弧 因为你没有刮弧呢 再加E 最后结果都是E 这个地方一定要先做刮弧的动作 好 再一次 那这样子的话 第二次跑出来 我看 强制 Mass.randon 然后乘以42 乘以42 加E I 加E 好 再来 就是我们如果 第一个不用判断嘛 所以直跳过去 再来的话呢 再产生一个新的 如果说你要看到里面的值的话 你可以按Ctrl Shift 加I 就会看到 现在是31 21 那到这边 第二次就判断 两个当然不会相等 不会相等 就跳开 再来的话呢 就第三个 第三个值 然后跳到这里面呢 再比较 那它比较的方式 特别注意就是说 一个J跟 这个J 如果当J小于 这个I的时候 那你当然可以用那个 现在是2嘛 那从2到 也就是说呢 现在跑几个 进到里面之后呢 再比较几个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值 这个Lamber里面呢 总共有 总共几个 总共三个嘛 那三个当然就是这三个要 互相的比较 这两个比较 它先跟它比之后 再跟它比 比完之后呢 再两个相比 如果说有重复的话呢 那就是 会再重新再产生一个乱数 也就是新的这个乱数呢 确定是 完全不会跟其他相等 那再跳 跳开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产生新的 用这样的方式 也就是说呢 一个度回圈 外面加一个for回圈 里面用if做判断 这样去做 再产生一个新的乱数 新的乱数 我先来看一下 Ctrl-Shift-I 这样就可以知道 那当然新的这个变数 我们就还要再跟其他的比较 其他的比较 所以呢 比较的方式 进到里面来 那这个地方 我们 现在这个值 现在这个值是多少 Ctrl-Shift-I 34嘛 那这个34呢 是我们新增加的这个 这个值 那跟后面这个值 第一个 Ctrl-Shift-I 那I现在呢 等于多少 现在I I Ctrl-Shift-I 加 0嘛 也就是一个 先 第一个 跟新的产生这个变数比 比完之后再比下一个 那这个地方一样 比完之后 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跳出这个回圈 并且产生了7 7个我们的这个乱数 7个乱数 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那比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产生 之后的话呢 我们要 再把结果输出 那输出的话 这边有两个部分要判断 输出结果的部分 输出结果呢 我们 有两个 第一个是要判断是否为 这个特别号 直接在这边 跳到这边 第一个是判断它是否为特别号 那怎么判断呢 可以从哪个地方判断 因为特别号 它的 有没有 I的值 这个I的值呢 它是小于多少 小于等于5啦 应该是小于6嘛 0到5 都是 一般的号码 然后呢 只有到 6 6才是这个特别号 所以呢 我们这边可以输出结果 在地方 这个地方可以用一个if的方式来判断 if什么呢 当if I 它这个值 I 它小于6 的时候呢 我们 System 要 就是呢 这个值啊 因为我们题目里面要求就是说 题目里面要求特别号 有没有 第一个号码 后面加上什么呢 我们的 这个值 那里面特别注意有 个位数字的话 还要再做判断 如果个位数字前面 必须要加上0 这边的话呢 我们还要做第二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是 是否为 个位数 那是否为个位数呢 我们这边呢 可以加上什么呢 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呢 就是 Lumber 然后刮弧 里面I 它是怎么样呢 小于10 也就是1到9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呢 那我们再做另外一种输出的方式 好 这里的话呢 我想你们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最后 我们就是一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判断呢 是否为特别号 那特别号判断的方式 我们给它一个条件 I必须要小于6 如果I小于6的话呢 那我们输出的条件 就是I加1 第几个号码 那else就是特别号 再来呢 判断是否为个位数 如果是个位数的话呢 必须要补0 那补0的方式呢 如果我这一个 里面的值 它小于0 也就是乱数产生这个值 我在print line print出去之后呢 在前面再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0 加上它的值就可以 那反字的话就不用加了 这只是这个条件判断 那这一题呢 大概的解答的方式流程 大概是这样的 那至于说 你怎么去判断说 你的值是否会重复 当然解法很多 你也可以去想一想 其他的解法 它有没有更精简 或更快的 那还有就是说呢 我们random的方式 除了说用max.random之外 当然还有用random的物件来产生 也可以啦 那只是说我是觉得 在测验的时候 在考试的时候呢 确保说一定要正确 所以你也不要记太多 你记一个 而且要能够正确为重要 那这地方的话呢 除了说在Eclipse里面 做完之后 最好看能不能在那个 记事本里面重新再做一次 并且确定说你compile的结果是正确的 那这部分的话 我想你们试试看 那结果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没有bug 那出来的话 应该就正确 这边 那这一题 如果说我今天用continue 我们可以在这边 也是设一个fire的条件 那这个fire的条件 当然也是先设定追小于i 也就是说呢 也是比较 比较也是从零开始 看有几个 正确产生几个之后 就跟它产生的值 跟其他的比较 那比较的方式 进来之后呢 一样跟这个地方 如果说像我们产生的这个值 这个是产生的乱数 产生的乱数呢 这个乱数 如果说跟 其他的比较之下呢 假设相等 相等的话呢 就是再产生一个 再产生 也就是这一行 重新再一次 再产生一个乱数之后呢 好 那就又归零 所以等于零就归零 重新再比较 那重新比较 也就是说 把这个条件呢 再continue就跳回去 归零之后 那就是再从 第一个比较 比完之后呢 再比比看 那如果说比完之后 确定没有问题的话 就跳到else else的话呢 加加 加加这个地方 条件就跳出 因为它符合这个条件 符合这个条件之后呢 那我们就跳离这个回圈 并且把这个乱数呢 丢给目前我们的这个阵列空间 阵列空间 那程式部分呢 跟刚刚的do file部分 我想你们也可以 用file加continue方式 再试试看 那写作方式 可能有一百种 每个人写作方式不一样 只是说你要去想说 哪一个逻辑你在 对你来说会比较容易理解 那当然写作方式 尽量多训练 尤其像刚刚的do file 跟这个地方的fire continue 你们比较看看有什么差异 然后呢 等一下也试着 再开一个新的 新的class试试看 fire 那我这边 主要就是 在这边加一个fire 然后条件的话呢 就是当 j小于i的条件成立 就进入这个回圈 进入这个回圈之后呢 就把这个值丢过来给它 丢过来给它之后呢 如果相等的话 就再产生一个归零 再continue 这种写法的话呢 也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把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